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日印澳四方會談已經圓滿結束 蓬佩奧在當地接受了多家媒體的採訪 其中在《日經新聞》的那篇訪問當中 蓬佩奧對台海局勢作出明確的宣示 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那篇訪問當中蓬佩奧首先提到 希望將四國的合作制度化 並且可以擴大到其他印太地區的國家 蓬佩奧還提到 想凝聚更多擁有共同核心價值的國家 建構一個對抗中共的安全保障網 其實蓬佩奧這個中共包圍網的構想 已經先後在很多場合都提及過 也在某程度上可以引證得到 美國想建構亞洲版北約這個傳聞應該是屬實的 這件事我們在昨天已經說過了 除此之外 蓬佩奧被記者問到 萬一中國真是單方面說要進攻台灣的時候 美國是否已經準備好要捍衛台灣 蓬佩奧就說 為了緩和地區的緊張局勢 美國將會採取一切的措施 這個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的使命 蓬佩奧還說 美國追求的就是沒有紛爭的和平 他就斥責說可恥的就是中共 包括造成了中越之間的關係緊張 迫使日本頻繁地在沖繩和釣魚台空域緊急升空 還有就是在中越邊境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 起因都是因為中國使用了暴力的手段 蓬佩奧就指出 這個並不是大國應該做的事 最後蓬佩奧就強調 說坐視中國的行為 並非正確答案 不管是對著台灣還是對著日本 美國都是安全保障上的最佳伙伴 蓬佩奧的這篇訪問 其實已經對台海局勢作出了非常明確的宣示 在過去好一段長時間 美國對於是否會 協助台灣 其實說法都是模糊不清的 是沒有很清楚明白的 說到那個答案出來 現在蓬佩奧當然 他這個答法 都是可以說 有一個走盞位置的 但是他就說到 坐視中國不是正確答案 所引申出來的意義 就肯定說 美國 不會看著台灣 任由中國來 去魚肉 這個已經很清晰 雖然他沒有說出來 但是已經足夠令人聯想到 美國將會採取什麼反應 所以蓬佩奧這個說法 已經是多少改變了口風 同時 相比起那麼多屆美國政府對於台灣局勢的宣示 都是來得更加清晰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日本在這次四方會談開始之前 就說到 說這次會議的重點 將會是討論南海和東海的安全問題 但是蓬佩奧的發言就說到 說要 美日印澳四國加強合作 共同保援南海 東海 喜馬拉雅山區就是中印邊界 以及台灣海峽 東海大家知道就是 釣魚台的爭議 南海就是南海島礁的爭議 喜馬拉雅山區就是中印邊境的 衝突 台灣海峽是包含在裏面的 這個訊號已經夠清晰了 而且台灣是唯一一個 在蓬佩奧宣示的共同保護範圍裏面 沒有派代表出席四方會談 當然台灣本身就不是四方會談的成員 但是 足以反映得到 蓬佩奧是相當重視台灣海峽的安全問題 將他和南海、東海以及中印邊界相提並論 我的研判就是什麼呢 其實 台海的局勢就開始明朗化了 因為在過去的一段長時間裏 就算連大陸本身都應該確認不了 一旦大陸發動所謂的武統台灣 中台出現軍事衝突 究竟美國會不會出手協防台灣呢 就算現在美國不會直接來幫台灣也好 但起碼根據蓬佩奧的說法 他就說不會坐視中國不利 即是說 他會通過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方式來提供協助 在得到了這個答案以後 相信大陸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之內 都不會說動台灣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一直所忌諱的 就不是台灣的國軍 而是國軍背後的美軍 一旦美軍真的參與協防台灣的時候 就不用打都知道戰果會是怎樣 但是若然確認得到美軍不會協防 起碼在大陸的角度來說 都仍然是有多少的想像空間 現在蓬佩奧都說到這樣的時候 大陸就連這個想像空間都沒有了 當然 若然今屆的總統大選 真的出現政黨輪替 如果下一屆是由拜登當選 那就難說了 到時那些記者就可以再問一下 拜登所委任的國務卿 究竟怎麼看台灣局勢 不過這些都是言之上早的事 總之台灣有了蓬佩奧的這番說話 就好像有了一支定海神針 至於東海的局勢又怎樣呢 其實早在今年8月底的時候 日本的防衛大臣河野太郎 已經是說了 澄清了 就說 釣魚台 是涵蓋了在美日安保條約裏頭 即是說大陸又不能動 因為一動的時候 美國是肯定會參與協防的 所以基本上就只能夠在東海的問題那裏打咀炮 台海又不行 東海又不行 那南海又怎樣呢 其實現在目前唯一 在這個十月經期裏面 仍然是懸疑未決的危機就是南海 因為南海就是大陸採取手勢 反而你說台灣問題就是台灣採取手勢 大陸就是採取主動 相反在南海裏頭 大陸就是採取被動 那到底在這個十月裏頭 會不會在南海有什麼事發生呢 暫時 這個危機都應該還未解除 不過以特朗普過去這三年多以來的往績來計算的話 我就相信南海是不會發生事居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特朗普是一個非常善於 利用戰爭以外的手段來解決問題的人 很多人一上任的時候 就以為特朗普是傻人來的 瘋子 但是後來發現 真是誰是天才 誰是白癡 真是誰人知道 現在三年半之後大家都知道 原來特朗普是追求和平的 特朗普是追求大和解的 特朗普是追求經濟建設的 在上任之初很多人對他有誤解 以為他是喪的 誰知道不是 喪的就是另有其人 台灣方面又有什麼回應呢 台灣國防部長 嚴德法在出席立法院的質詢的時候就說到 說在防衛作戰上 台灣的安全主要仍然是要靠自己的 所謂自己國家就自己狗 國防安全是要建立在自己的實力之上 國防部就會強化防衛作戰能力 並且展現自我防衛決心 畢竟只有自助才會有人助 其實這位嚴德法所說的就是 說明了台灣的實際情況 他都說明了 台軍是要來防衛的 而且 只有你自己幫自己 人家才會幫得到你 他這番說話就是暗示 起碼頂到人家來幫拖為止 所以 台灣的官員不單止說話 是大方得體 而且 說話的藝術 都是 好了得 他這番說法 就比起前總統馬英九所說的首戰職中戰論正常得很多 而且我還認為 國民黨是有必要出來澄清 解釋 或者是駁斥 就是當國民黨團在立法院裡頭 提出了要 聯美抗共 以及促進美台復交的兩個議案的時候 為什麼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寫了一篇微博出來 說有些政客是辯捷 他是暗示你這班國民黨員 是辯捷 辯捷的大前提 就是你已經投靠了他的陣營 就是你已經投了共 如果你國民黨是沒有投共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反擊 你是不是應該 至少有篇聲明出來 回應一下 胡錫進說這番說話是胡言亂語 胡說八道 還是怎麼樣 沒有的 你要出來折迫他轉頭 至少是不是 既然你都在立法院提出了這兩個議案 那你認為跟胡錫進那班人是不同的 還是有部分人沒有投到 有部分人就投了 必須要出來講清講錯 你現在這樣 不清不楚 令人廢解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